今天赶尝给大家简单一点香荫 这一大堆花菜只要10块钱 一块钱一斤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 这么大一堆花菜要吃多久才能吃得完啊 吃到烂了也吃不完 想念今天就教大家密制一下 放半年都不会坏 选择花菜最要是选择这种有机花菜 就是散花 不要选那种裹得很紧的 裹得很紧的那种花菜不好吃 我们先把它盖下来 这样这种花菜比较大过来 再把它切成小花 这个样子就可以啊 这个花菜有点多啊 这个烧鸡可能都装不下了 花菜全部切好过后 给它分批次洗干净 因为一次这个盆子也装不下 洗干净后把它露出来 这里呢我们准备了两口锅再烧水 花菜洗干净过后 这它就要来煮这个花菜了 煮好后就拿这个薄根装 两口锅里面分别给它加入盐 可以稍微多一丁点 也不要太多了 这个锅里的水烧开后下入花菜煮一哈 花菜下锅之后烧开后给它煮过一分钟 然后我们把它捞出来 不要煮太久了 太久了花菜煮趴了就不安逸了 把水分给它空掉 然后把它在这个薄根里面摊开来 这个花菜全部都煮好了 给它晃哈子 一定要把它摊开来 然后把这个花菜放到露天吧 给它晒过四五天的时间 把它晒干 做这个花菜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平均气温一定要低于十度 要不然全部要悬要臭 这个花菜全部都已经风干了 没有好多一点点哈但是金黄色的非常的漂亮 这哈我才是发现着的惨不敢喊 十斤花菜的话至少可以超过十份嘛 这哈只剩这一点点 顶多就超过两份 老板小的萝卜掏人才怪 这哈整点热水把它泡起 蒜米准备两根老扣给它配一下 然后打斜刀切成小结就可以了 锅内下入一点点油 然后下入干海椒或干花椒 炝一下锅 炝香后下入花菜 把这个蒜米放下去 如果喜欢吃肉的朋友 还可以提前给它扁一点腊肉或者是扁一点五花肉这里面 我们今天就炒个素花菜 盐 贝糖 骨干酸辣 一点点酱油 今天这个天气呢还是好 都要五点钟啊太阳还扔大 炒匀锅后关火出锅装盘就可以了 香不香反正你们说了算 头顶一点露才好看 非常好吃的花菜干就做好了 这样炒出来特别的下饭 喜欢的点赞不喜欢的下期继续免费看 这个花菜干不仅可以抢我们今天阵子炒来吃 还可以拿来蒸腊肉蒸烧白猪花肉汤 都非常的好吃 所以我今天先帮你们尝一哈 特别的香味道也非常的浓郁 我觉得真的是比那个新鲜的花菜要好吃多了 大家可以去告一哈花菜干的做法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撒过了 我是想念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